由屏東縣三位帝任縣長 曹啟紅 潘夢安及周春敏 分別為徐富奎披上彩帶 前縣長曹啟紅更贈送 清涼二字字畫給徐富奎 個個力挺 強調他是有20年經驗的服務老將 雖是參選新兵 但卻從做記者 做服務處 縣長是主任 做民政處長等20年磨一劍 因此更獲大家的信任 而徐富奎破壞相當廣闊的藍圖 包含提出交通建設 加速落實平南快速道路 恆春觀光鐵道 仿料車站大平台計畫 捷運延伸東港新綿林邊 高鐵南沿快點來等 讓屏東持續發展 徐富奎在20年的過程裡面 不管是做記者好 做緯紅的處理 到民政處的處理 我們20年磨一劍 20年磨一劍 我們現在不管回來什麼事 我們不要抵抗惡 我們不抵抗惡 我們就馬上可以處理 這就是我們要把我們 年輕人的對手 要比較的地方 我想明年這月13號 是很重要 台灣很重要的一切 我想副整個未來 要做我們冰冷的特殊 我們冬港幸福 辣地的責運 我們要撐出 我們青春觀光鐵道 我們要撐出 我們到處的平南快速道路 我們要撐出 我們到處 我們隔天要延伸到到處 賴清德與徐富奎 在溫府千歲座前 與民眾立下山盟海事 互相約束 也希望支持者 明年的1月13日 務必先接來投票 讓徐富奎 這20年在議會 在線政 在國政 整合行政力鏈 化作未來戰力 是可以馬上上任的 最佳國會代言人 無論是伯明安是 就管領 或是貪圖 地府議長 都有給大家報告 我們 是伯國 還做過伯明安 立委 候務主委主任 還做過伯明安 管領 辦公室的主任 還做過 就準備管領 處長 所以 當塞南北 賓東 他想清楚 讓我們民眾 也想要看 想要多 強調屏東持續進步中 歷經那麼多年的努力 屏東正在登大廊 然而 屏南更是建設的重點 到場站台的行政院副院長 鄭文燦 立委莊瑞雄 以及歷任縣長 呼籲大家疼惜屏東 支持賴清德 也支持徐富奎 讓他們成為 屏南的靠山 把所有的建設 都爭取到手 記者 普玉廷 楊鑽毅 採訪報導